我有一次就是 不知道是一個 我跟 好像我跟唐重聖 就是代言 有一個 我還不敢講 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那個代言 現在和好了嗎 我們和好 我們去代言 可是你之前那個狀況 我聽到我真的嚇到 聽說你在現場把他罵到臭頭 對啊 所以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說 乃哥你什麼事啊 就這 你知道嗎就是那種樣子 那種半開玩笑的樣子 就但是你已經心裡面不舒服了 哇塞 然後你怎麼罵他 我就三四斤五四斤 一直罵都沒有停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後來就覺得自己實在很難過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那麼控制不住 到現在我還在道歉 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他就是一個脾氣很大的人 這是真的嗎 還是說我們誤會了 今天我們要請他們來現場 好好說一說 讓我們歡迎 演藝圈大砲大師 徐乃玲大哥 蛤 哪一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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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針對喔 這個 然後旁邊還有 丟丟妹好久不見了 來 消失多久了 真的 丟丟妹抓了 丟丟妹也算是那個大砲王啊 對啊 動動直播就罵人啊 沒有 我很和蔼的 我沒有他們想像中的那樣 你後面慢慢講 你後面慢慢講 就Baby這集 你也不算大砲王啊 你在裝乖嗎 對 沒有 我是平常看起來很和蔼可親 但是讓我生氣起來的時候 我長得很賤 蛤 可是你的髮型好舊喔 有些很久沒有看到表兩根 然後又三顆球 因為讓我耍賤的通常都是長輩 所以我要配合他們那個年代髮 妳是說乃哥 我不是她長輩喔 我不是她長輩 然後還有我們的班底婷婷 也真的很愛發脾氣 還好吧 還可以平平 對 可是韓竹 韓竹還好吧 我是因為講話很快 快到讓人家 沒有辦法反駁 而且我講話很直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受傷 那另外就是在彩妝界 真的是嘴見低的 李明川老師 我已經改過自信很久了 好不好 你跟Kevin老師 誰比較...嘴比較賤 你現在我在現場 當然是Kevin老師啊 好啦 但是你們大家舉手 覺得乃哥真的是 很愛發脾氣的人舉手 誰敢啊 乃哥 我們是不是誤會你了 還是說你只是某些時段 你們 我先講喔 就是說人啊都有一種刻板印象 對不對 對 你今天就 就比如說你講明川老師好了 你會講或是講沈玉琳 或是講曾國成 大家都有一個刻板印象 比如說講某些人 叫做小氣嘛 有沒有 就是刻板印象 你說誠哥喔 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 所以我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你刻板印象就是 我甩 我要甩 我怎麼甩 我人很好好不好 開玩笑 開玩笑 我講的意思是說 人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往往可能一個事件 或者是可能像我以前 我們錄台灣紅不讓 對 那個是整人節目 對 往往都要半黑臉 半白臉 對 那曾國成就是一個 軟趴趴的人 嗯 你知道嗎 他沒有脾氣的人啊 對 那如果我也不演 半黑臉的話 那怎麼衝突 所以你那個是演出來的喔 不是演的啊 演的啦 你在攝影棚在那邊說 快一點 快一點 幾點了還不收工 那是演的喔 那個是真的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不是 錄影的過程 比如那個 那個是會呈現到觀眾面前啊 但是我說幾點了 快快快 那是我在現場指揮工作人員 動作快一點 喔 你是為了要陪小孩 為了要早點回家 因為小孩子那很小嘛 我總希望每天晚上 跟他們講個故事啊 唱個兒歌啊 對不對 引導他們入睡啊 所以那個時候 上次上我們節目的你兒子是 是 徐... 徐欣揚 那個時候你就是想要回去陪他是不是 是啊 他那時候幾歲啊 那個時候他們 我那時候錄《台灣紅包》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大概一兩歲 這麼小啊 對啊 他那天上我們節目 已經是一個大帥哥了耶 是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變這樣大帥哥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人生太可怕了 太可怕 太快了 你不要講 我們當年看你出道 你不要 你不要太害怕 那時候跟陳國欽 他簽給一個我很好的朋友 那個時候到現在多少年了 想想看 你是 你是要說我也變一個終點婦女嗎 我沒有毒蛇 我跟你講我這一輩子 最不會就講毒蛇 我最不會 你不毒蛇 我不會 我就直接 幹掉的 你媽的 乃哥應該是屬於講實話型的 因為我剛剛 上他化妝室看到乃哥看到甜甜 所以熬著不見 喂 我變那麼大隻了 對 第一句話開場地表 怎麼變那麼大隻了 天啊 對啊 他聽了 他聽了就心有氣心煙了 而且我剛剛進去 要跟他打招呼 我說乃哥 乃哥 然後他就這樣 我說乃哥 乃哥 他這樣 喔喔喔 你沒事啦 沒有 找不到 因為我不知道誰叫我 那我聽到聲音是他的 但因為 我會想說 又奇怪 人那麼亮怎麼看不見 可是當乃哥一進化妝間 跟大家問好 同時 全場安靜 對 大家都突然近起想說 乃哥怎麼 怕他是不是要發脾氣了 還是他要催我們了 你看 你看看 這種就是污蔑 可是剛剛真的 大家全場近起 我來 我多熱情 跟大家每一個打招呼 每一個忙著跟我打招呼 有沒有 有沒有 甜甜 有沒有 我沒那麼忙著跟我打招呼啊 有 是不是 你不要我那樣污蔑 污蔑這樣 因為我 我剛剛要去大便 然後製作人說 你要去大便 我剛剛本來要去送大號 然後製作人說 欸 你要先跟乃哥打個招呼 我說 其實如果不打的話 我怕你就會走心 我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這麼多年 我對你只有尊敬崇拜 你看 尊敬 怎麼可能 我才是尊敬你 我才是尊敬你嘛 我們是本家 對不對 徐媽媽 我們就那個時候 看著他們兩姐妹 看著徐媽媽這樣一路過來 你想到你 你也愛過我媽 好 這又是一個新的故事了 應該你媽媽對我印象不錯啦 不過你兒子 捏上我們節目 我覺得他真的表現得很好 是嗎 對 而且你講了很多 我們真的是不為人知的一面 關於你 講我嗎 他說你是一個就是 除了好爸爸 我們就不都說 這一集是我專輯嘛 對啊 你那麼大咖 當然是主要保護你啊 你看你做的位置 不是 問題是 你們付我通告費 不是 大咖的錢啊 我 因為我們要幫你打廣告啊 好 妳講 妳先講新節目啦 新節目是跟那個徐凱姐 新節目我們再來這個 東森超市 三三台 來 板子我有 來 我來 那什麼好意思 那有什麼問題 週一到週五晚上八點 東森超市 王牌疊疊疊 特別來 又是一支遊戲的節目嗎 呃 遊戲帶著一點點 應該叫 有些小劇情 現在不是很流行 這麼狼人殺 類似這樣子 你會玩狼人殺嗎 開玩笑 我 我們那時候去年啊 去年不是三級 三級警戒 對 五月到七月半 我們家天天在玩啊 天黑請閉眼 請播放 播放 閉眼睛就好了 所以他說你呢 是一個旅遊的時候 要去的地方一定要很有 歷史古蹟 歷史感的地方 那個地方至少是19多少年 才可以去 對 倒不是啦 就是沒有歷史感的地方 你不會想去 然後他後面還說 就是因為 你真的很在乎 歷史的那些就是 故事啊什麼什麼的 他說所以那個 整個旅行結束之後 回到飯店 然後你就會考他們說 今天我們去的那個畫廊 那一部畫是民國 是多少年 對 然後他說如果答錯的話 你就會從心理箱 拿出那個愛的小手 然後揉他們腳的地方 對 達哥我馬上 馬上我美心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出去玩喔 就應該讓他們留下 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們出去呢 都會事前說先做規劃 那當然 像我女兒 她就做這 organize這些事情 她做得很好 那我們當然就會 給他們一些獎賞 那這樣就比較有趣 他們也會想去 每一個景點特別用心 所以用心的就獎賞 然後只用心的就打腳 是啊 所以跟乃哥出國玩 是在上通告的意思 沒有 乃哥打包行李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忘記愛的小手的 對 就不要 他還要帶乾兵 乾兵還要噴這樣子 這個是真的吧 是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假的 我是開玩笑的 不是 當然不是每一次 不是每一個地方 你帶愛的小手幹嘛 需要帶備用的嗎 我們會 欸 有時候回到房間很無聊啊 就玩一些遊戲啊 我這個只是我自己亂編 結果竟然是真的 你亂編我就亂回啊 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講真的啊 你有沒有打包愛的小手啦 我其實我不打孩子的 所以你有發脾氣 在孩子身上過嗎 我三個人 都在他們的青春叛逆期 我發過一個 可能他們人生 到現在為止 最大的一次脾氣 三個都只有一次 就是日積月的 但是什麼事會讓你這麼暴怒 你 派利期 我現在已經小孩都派利期 他一定很清楚 真的喔 我跟你講那派利期喔 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太多事情了 就比如說你叫他洞他 他一到到西 叫他西他到北 那很多事情講不聽 青春期就會這樣 就一次兩次三次 然後會跟你擺臉色 欸 我們在外面是 我們擺臉色給別人看 我在外面是國際巨星 我在外面是仆人你知道嗎 你講沒有錯 真的 欸 真的我們跟他講話是 要取悅他們 親生細語 親生細語 還要先講一段好話說 媽媽覺得你表現得很好 可是 不能直接就罵了 就你要講他 你還要迂迴遶境喔 你還不能直接喔 對 所以像父母親很卑微啊 所以你後來怎麼樣 你是羈押很久 爆炸 那羈押很久 羈押很久 然後多爆炸 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麼沒禮貌 什麼這類的 我受夠了 到底怎麼樣 什麼這樣這樣子 然後那一次之後 他們就不敢再亂來了 也不是 那一次之後我就受傷了 怎麼樣 乃哥受傷了 那一次之後呢 我就想爸爸彌補 我覺得爸爸真的很苦辣耶 因為我老公也是 每次罵完小孩之後 過兩天就過去巴結他們 因為小孩子 他不會跟你低頭的嘛 小孩子不可能跟你低頭的啦 吃定父母 對 只有大人喔 慢慢的迂迴在繞境 然後呢潛移默化 讓他把這一個過程 曾經不愉快的過程 慢慢慢慢的抹去 所以跟老婆應該不可能 有發脾氣的時候吧 我老婆不跟我 從來不跟我吵架 我老婆是生氣不講話的 她一定要有時間消化 大概要五小時左右嗎 什麼 五天 五天喔 以上 五天 然後你都一直要是 很心平氣和的睡在一起 我老婆曾經三個月沒理我 天啊 三個月 你做了什麼 對啊 我什麼都沒做 我還是去賺錢喔 我是78年 六月結婚 我78年9月 我跟瓊瑤 我們很大陸的劇組 大概一百多人到大陸 長沙 北京去拍 婉君 三朵花 雅琪 那我們才結婚三個月新婚嘛 那我老婆就說 我們才新婚你就要 就要離我遠去 那個時候我去 她就一直說 你不要去 不要去 但我要賺錢啊 然後三個月 我從大陸打電話回來 他什麼星座啊 金牛 金牛 鬧扁牛 金牛固執起來是很厲害的 而且還是O型 你是不是O型對不對 我沒有雙子 雙子可怕 你才可怕的 哈哈 等一下 乃哥 乃哥你什麼星座 我是處女座啊 處女 處女男應該 我想 處女座太唯美了 他要求處女座 唯美人呢 唯美 唯美欸 乃哥你說出唯美兩個字 沒有 處女座 要求完美 不敢講說唯美 要求完美 對 就是說 你不管是愛情 它一定要是很圓滿 他不希望愛情 能夠出現任何的破洞 就是對很多事情 他要求 就像我們愛乾淨 處女座 一樣的啊 地上如果有頭髮 你是不是會受不了 我早上起來 我們家養兩條狗 你知道我早上起來 我是裸碎的人 連內褲都不穿 我都不穿了 我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要幹嘛 我拿拖把 弄我的客廳房間 你是說先不穿衣服 我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因為晚上啊 兩條狗啊 會掉一些毛嘛 狗都會掉毛 那我就很不喜歡 腳踩到有狗毛的感覺 那有一種那種會專門 吸毛髮的那種 我就整個要滑一遍 我才一天的開始 所以你讓觀眾 有一個很可怕的 拍照 就是乃哥一起穿 就是全部 對 然後拿到那個 靜電的那一根 對 我們今天很厲害 這是拍照 你知道嗎 而且我剛剛講的是 這樣邊吸會不會 吸到自己嗎 對啊 吸到自己的毛 沒有那麼長 什麼畫面啊 不行 那你說你唯美 如果你老婆身材有一點 變胖或什麼 可以接受 也不行 好啊 這麼嚴格喔 這麼嚴格 所以你看我 我太太到現在一直維持得很好 當然她也很要求自己 可是你這樣 我覺得很 就像我們家三個小孩子也是一樣 小孩也不能發胖 稍微胖一點我也會講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希望你們就是完美家族 看 我覺得人喔 活了一輩子 連這個自己都控制不了 你還能控制什麼 所以你也會定期去 譬如說你割雙眼皮啊 我從來不做這些的 你明明是割雙眼皮 我沒有割雙眼皮 我會抽眼 抽那個 抽脂肪 這差不多 不一樣 然後定期打電波對不對 對 然後肉毒什麼的 對 因為我 我沒有辦法看我老態 你一定要 就是臉是崩的嗎 我也不要崩啦 我自然就好 對啊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臉 像演藝圈的誰 有 我不希望像肉毒 好 不過其他人 也都是那種就是 忍不了氣的人 對 像丟妹你 我真的不行 你最惹到你的事會是什麼 網友的有時候會評論 你長那麼醜 你還敢出來直播 這就是人生攻擊 這有什麼好 對 就是會 quick care 就是他會說你長那麼醜 然後就有一次廖老大 就很好笑 他就跟我說 那時候他要真直播主 來買賣嘛 要賣東西 那就是要像丟妹啦 我說像丟妹我就仔細聽嘛 那像丟妹啦 人雖然生都很壞 不過 加親啦 那就叫不錯 對 乃哥你不覺得他這樣 你覺得他有 你跟他拜嗎 他太醜 我剛剛來稱讚他 我另外第一次看到他本人 我說 身材很好 臉稍會大一點 你怎麼跳 乃哥說好的迂迴咧 對啊 做好的繞一圈 稍微 稍微 你怎麼會這樣 我會說 我會說 你要跟小意思比 你稍微大他一點 沒辦法 他臉都這麼小啊 因為他腰比我細很多 對啊身材真好 我跟你講這不是腰不要的東西 他的臉就這麼細 你看那麼 就一根針一樣 所以啊 我講你比他大一點點 還好沒有過分吧 乃哥 那你看看你旁邊那個女生菲比 他 他做太多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他專業了 乃哥 你講得出來 他做什麼我就可以服他 專業了耶 鼻子 眼睛 重一個 嘴巴 嘴巴沒有 嘴巴哪 嘴巴你們要去打一點點嗎 喔 你看看 嘴巴他這補不到還不知道耶 是不是 還有... 對不對 牙齒 牙齒 牙齒去做那個 對 跟那個潘若迪一樣喔 好 若迪白的 若迪白 還有喔 他還有喔 還有 胸部我就不知道 抽脂 這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 有抽大腿跟手臂 還有下巴 雙下巴 可是乃哥講真的 你是不是覺得他做太多了 沒有 就是給他感覺就是你有去做 我覺得就 你要自然一點 那小S多少又做一點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只有戴牙套而已 拜託 你... 你連那個電波都沒打過 昨天才打 是不是 很厲害 不是 所以我講說 像 微調我覺得OK OK 對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你又太過分 有時候 改的人都 跟以前的照片拍起來 都有落差了 對 不過滿漂亮的 滿漂亮的 只是說太完美了 對 就太... 太尖 太讓人家覺得你 你一看就是有做一些 微整形這樣子 對不對 乃哥那你認識丟妹吧 丟妹 哇 所以如果他邀請你去上他節目 然後宣傳 我記得有一次有人 有人在敲我 說跟丟丟妹去做一個直播 後來可能說 你真的很貴啊 你... 沒問題 見面... 見面三分期嘛 好不好 打八折 丟妹你幫他宣傳一下新節目 他剛剛都說不用啊 不要啦 不要... 我跟你講老藝人就是這樣子 假裝說不要 其實就是... 那要不要 不然他幹嘛來上節目啊 快丟妹趕快一套給他 對 趕快來 好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夠狠了 我知道 他們這個... 他那個編子可能就往你臉上抽 抽過去了 沒問題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先說要重頭啊 說歡迎大奶奶 OK喔 準備開始了 要主持這一段囉 對... OK喔 準備好 我們歡迎乃哥出場 這丟妹 好強喔 來 聽說你要開新節目是不是 對... 王台爹爹爹爹爹 週一到週五晚上八點 八點 都聲超市三三台 宣傳夠了嗎 夠了...好 收起來 來 準備開始囉 好 開始來 我要認真的喔 你要學我喔 好 OK 好 我先喔 好 來 好不好 來喔 好久沒聽到 漏地就漏空 阿嬤吃飯 今天不會吃 不會海膽 不會有肉 好 我是丟丟妹 丟丟妹是我的大家安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歷領到 乃哥他的王牌疊對點 每週一到每週五晚上八點 準時收看 你如果沒有看 你就要好看喔 好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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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你現在還有變 是有柔音 對 對 你有改變 他為什麼要搞得那個像 他自己得了那個肺炎一樣 好 太大 老闆 乃哥 等一下不行 乃哥記不住啦 來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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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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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這種米南語的那種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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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酒阿爸 老母酒阿爸 不然你一句一句就教他 來 再一次來 預備囉 請大家上手 來 老爹 老爹 老母酒阿爸 老母酒阿爸 今天要買什麼 今天要買什麼 買海鮮 買海鮮 買牛肉 買牛肉 賣牛肉 賣牛肉 大家好 我是丟丟妹 我是奶奶頭 我告訴你 你什麼 新的直播主嗎 奶奶頭 奶奶頭 我要看 來 我看一下在哪裡 好不好 我們今天乃哥 王牌疊對疊 在東森超市 好不好 每週一到 每週五晚上八點 我跟你講 非常有趣的節目 好不好 來 你是集合什麼 我們今天應該講一句說 意識重義 要動點腦 要有一點 耳魚我炸 一定要看過乃哥的節目 隨便來一個 意識的那個遊戲好不好 你會不會 來 我跟你講來 來 1到21 誰叫到21 就誰要被打 好不好 什麼意思 很簡單喔 最多還三個 我知道 最少要叫我一個 什麼意思啊 來 1 2 1 2 3 4 5 6 7 8 90 11之後 你看我隨便就好 16 17 18 19 來 出來了 喂 喂 怎麼這麼又不玩 好難 這個不會 打弟弟妹 喂 喂 打弟弟妹 喂 喂 我們會節目了嗎 你怎麼都會玩 超強 21網美 你 你不贏喔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可能就有可能 你還有什麼 藝術遊戲可以玩 好厲害的 剪刀石頭布 你看我一定贏喔 你一定贏 來 來一個來一個 要打屁股喔 好 剪刀石頭布 有什麼好 剪刀石頭布才難啊 好 一把一把 這個剪刀石頭布就對不對 一把一把 看你啊 一把地生死 一把地生死 來 剪刀石頭 不 你怎麼都贏 打啊 我贏了 你跟他是不是也不算 沒有 我剛剛是這樣 我剛剛真的是這樣 來 這個 比較大了 我跟你講 我是不是那個 剪刀石頭布最厲害 真的 還是要五十十五 五十十五 五十十五 五十十五我超厲害 把球拿來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先啦 你先 沒有 十 二十 沒有 十 沒有 五十五 十 沒有 五 沒有 你就知道我們不跑酒店了 不跑酒店了 好厲害 你打人都不痛 他 你打人都不痛 我是盡老尊賢好不好 你懂耶 懂得 我跟你講五十十五我很厲害 你剛剛很強耶 超強 因為一般人都喜歡耍快的 十五十二十 對 那個沒辦法吃 他就在那邊讓大家沒有耐性 對 因為我是慢慢的 我知道是看 你剛剛很慢耶 對啊 我是玩慢的啊 所以我幾乎很少輸的 好厲害 我覺得有時候網友留言 他們那叫創意喔 真的滿有意思的 你知道有時候又好氣又好笑 其實真的 乃哥那如果有人批評你的主持方式 你會不會生氣 我跟你講 我從來不在乎這些 我從 因為我也不太會上網 然後呢 偶爾會 會人家點說 你去看一下 那網友留言 有時候有什麼新聞啊 會有網友留言 你知道嗎 有時候看了就會很氣啊 你有看到哪一則是 你真的是動怒了 我 我有一次就是 不知道是一個 我跟 好像我跟唐重聖 就是代言 我還不敢講 你自己講 沒事 那個代言 現在和好了嗎 我們和好合作 他們還有一起代言 可是你之前那個狀況 我聽到我真的嚇到耶 聽說你在現場把他罵到臭頭耶 對啊 五分鐘 他只是說你玩不起是不是 說不起 不是因為那一句話 你可不可以還原一下那故事 我好想聽喔 真的 我講嘛 因為 錄影都是我在辦黑臉 有時候為了效果什麼 都是我在 或者有時候你看 像我們在那邊錄影 有些人會在那邊講話耶 我們錄綜藝節目 我跟他講 他們那邊反正 話沒有到他們那邊 他們這一區會聊起來 你知道嗎 那你要錄影喔 那個聲音有時候會竄進去 對 你知道嗎 我說我們在那邊錄影不知道嗎 就是我會 我會不高興這樣 那有時候錄影就一次兩次 可能就是 那那一天我會不知道 你知道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可能也累積幾次 那那一天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想一想也覺得好像 你知道嗎 就是想一想也很無聊對不對 對 因為你想一想 怎麼可能會發那麼多 很大的脾氣 都在圈子40秒了 而且罵5分鐘 罵5分鐘你知道嗎 好 所以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說 乃哥 你不行啊 就這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樣子 那種半開玩笑的樣子 但是你已經心裡面不舒服了 然後又一次 又被挑 又被挑 又被搓 那火就來了嘛 哇塞 然後你怎麼罵他 我就三四斤五四斤 一直罵都沒有停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不是剛剛都不行 就現場全部一片 又再次的體安心 一片激進啊 真的一片激進啊 那那個重重哥有沒有說 乃哥不好意思 我剛剛只是開玩笑 沒有 他當時有講 叫乃哥 沒有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可是你還是停不下來 我跟你講 那個氣上來 你真的壓不住 哇 一定要拿一盆水 這樣往你頭上倒 現場沒有人會拿水 撲我 然後是因為副控呢 有一個燈光師呢 因為倒不然 對 那個都有錄起來嘛 然後他又在旁邊 他又用手機錄了一分鐘 他錄一分鐘 他下了節目呢 就錄完一晚上 可能跟朋友吃點消夜啊什麼 就給朋友看 那朋友就傳給我 那朋友就傳出去了 那當天晚上就鋪天蓋地的 就大家都看到 是這樣子 而且我萬萬沒想到 其實是五分鐘 對 因為網路上都只看到一分鐘 有萬一半 有萬五分鐘很難耶 很難啊 很難耶 因為哪來那麼多詞啊 沒有就是那些話 一直都臉屁啊 乃哥 所以在節目上 在那個網路上面 會變成是GIF檔一直在播 對啊 會變迷音 然後呢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很丟臉 當中 我真不騙你 而且五分鐘真的好丟臉 真的 真不騙 然後還要把後面 結尾做完喔 哇 還沒錄完 不是說就走了喔 對啊 然後後面要把結尾錄完喔 就在你已經 結尾的時候 結尾就把結尾錄完 錄完回家 為涼血要180 快爆掉了 我不騙你 降不下來 我自己都嚇到了 我自己都嚇到 降不下來 好啊 後來就 就覺得自己很 實在很難過 很 就是很 這很懊惱啦 我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那麼控制不住 怎麼會那麼那個 後來不是說開記者會啊 道歉啊什麼什麼 所以是你 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在道歉 所以是你主動開記者會 跟崇崇哥道歉是不是 當然啊 當然啊 因為總是我們 所以你當時應該是鬼上生吧 鬼上生 我跟你講 我就是更年期 然後加上鬼上生 你那時候就更年期了 我都六十四啦 今年 你有六十四 哪一顆又 對啊 看不出來 你很 那你保養得很好耶 真的 不用講 我知道 你不用講 我想先講一下 我自己印象的比較深刻 是我們之前全家去 那個斯洛維尼亞的 布萊德湖 然後那邊就是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喜歡 有那種歷史背景的一些景點 然後 所以乃哥本身喜歡歷史 歷史的背景的 是 其實我們全家都是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些資料 走客 對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 那回去你們會討論說 今天看到哪些歷史 哪些故事什麼之類的嗎 回去不會 就是當下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遊玩的時候 或是準備錢都會 然後如果爸爸說 你知道這什麼幾年的歷史嗎 然後你們就答錯 然後他說 腳伸出來 腳腳踢板 現場打腳踢板 在博物館裡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小青跟奶茶 哪個都會 答錯了 所以我們家在教育裡面 一定不會忘記那個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買在衣服裡面 愛的小手 可惜啊 背包裡 心理箱都有 愛的小手 因為剛剛帶一打 我問你打壞了 對 你有被你放在打過腳底嗎 每天啊 被錯就會被打 沒有 打之前還會說 叫 叫 我們去那個布萊德湖 因為中間有一個 就是十一世紀建造 一個布萊德城堡 然後夏天去的時候 就是可以划船過去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是 好美喔 我們去的時候是冬天 然後剛好那個湖都結冰 所以我們就散步 慢慢地走過去 我是覺得 還滿浪漫 滿特別 對 然後下面湖其實 還是可以看到水面有一些雨 所以這個行程是 你爸規劃的嗎 規劃是我妹妹 其實在家裡 我們很多去的地方都是我妹妹 她很會做資料 然後很會一手全部 像吃什麼住哪裡 去哪裡玩 然後火車全部都她一手 那她需要把那個企劃案寫好之後 然後遞交給你爸說 爸爸這個行程厲害 這個通不通過 通過就給遞交 就可以出去了 不通過會敬驗 不通過 來 小 如果重寫一個企劃案 很嚴格 因為沒有 還是要看爸爸願不願意 就是真的花錢在你們全家睡 願不願出資 沒有 其實她 她其實是滿輕鬆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她滿喜歡 東南亞美食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去越南 然後我們去越南都會住 有一個特定的一家飯店 這滿有名的 叫索菲特大都市飯店 那裡有百年的歷史 然後其實我們進去前 就看到那個拉比前面 就會有很多一九五零年代的 一些敞篷車 還有三輪車 所以就感覺像是 坐一個時光機器 到那個飯店 然後在越南也可以體驗到不同 那種法國風情的感覺 對 然後那邊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有那種月戰時期 保留下來的防空洞 然後我們進去的飯店人員 就會帶我們去參觀 其實滿有味道的 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九五零 或者一九多少年 沒有 特別像數字 所以你們沒去過二零之後的 就比如說 我們是二零 二零一集 二零二 你最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歷史背景 會比較有故事 會比較有記憶點 對 還有一個就是 那邊很有名叫夏龍灣 對 夏龍灣 夏龍灣 漂亮 夏龍灣 你怎麼會坐那個船 有坐船 我們是三天兩夜的 我們也是 是 非常的舒服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 水上市集 就可以跟他們互動 會有小朋友滑船過來賣花 對不對 對 超漂亮的 就是穿梭在這些無人島那邊 然後還可以下去那些無人島 有些還有鐘乳石洞 對 然後進去 裡面有很多蝙蝠 裡面有很多蝙蝠對不對 其實那邊很適合拍照 天氣真的很好 那個船真的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 夏龍灣 真的非常好玩 會去過一次吧 所以以前你們是全家 每年定期一定要旅遊嗎 一定要旅遊 他們就會至少一到兩次 至少一次 那爸爸有沒有什麼旅遊的習慣 就是絕對不能打破 習慣喔 想一下喔 譬如說一定要準時吃飯啊 或是什麼這一類的 修空 上床時間 對 不能遲到 準時吃飯 他是真的出去玩 心情都滿好的 你有看過你爸生氣的樣子嗎 生氣喔 他看過 他有看過 那我也看過 你那段我也看過 你要幫他講一下 他爸生氣的時候是怎麼樣 乃哥是工作上會這樣 身體下部 工作他就會急著想要回家 對 搞什麼東西啊 身體下部 你現在在賣什麼東西啊 對啊 這類的 對啊 所以我在想說 他有沒有罵過開車的司機 你們是自駕 幾點了 我要趕著回飯店 回飯店幹嘛 我對你不夠好嗎 我女兒已經成這樣規劃 你錯了嗎 其實 我們沒有請道理 六點要開飯 現在已經 五點五十了 對 那應該是另外一個時空 但其實跟我們出去 都是還滿溫馨的 然後我們會請一些導遊 然後他對導遊也是滿友善的 所以爸爸在家庭裡面 是一個非常溫和的爸爸 對 他在我們心目中其實就是 非常的溫暖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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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哥生活上是這個 生活是 對 思佳其實是沒有參加過任何選秀 妳就是直接是明星嗎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的選秀 可是我曾經遇過一個事情 是真的很離譜 就是有一天 我的公司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角色要 有一個戲要找一個女主角 妳要不要去試鏡 我就說好啊 那我就去 然後那時候那個總經理 他就問我兩個問題 他說妹妹 會不會講台語 我說 他說 普通一點點 願不願意學 可以啊 很正常的問題啊 你很棒啊 就是問而已 就這樣 很棒啊 就這樣 沒有 你們都覺得很棒對不對 對啊 可是那九本要背還要練 那多難啊 你根本不知道你演什麼角色 他就說明天就你 然後我明天到劇組的時候 全部人都這樣 等著看你 對 你知道 你知道我感覺嗎 不是 因為不會台語 你要練很難耶 我告訴你 而且那個腳本是有多長 你知道我每天進去 全部畫掉 一直寫 一直寫 然後你要背你自己 然後你還要背別人的 我台語就已經很普通了 這真的就是 你知道那種 一整串的那種 對話那種 那妳在裡面 是演好人還壞人 我演好人 妳演好人 那我剛剛很難理解 歡迎的也是這裡 這很難理解 我當年一直要壞人的角色 因為女主角一定是演好人 不可能女主角給壞人 就是壞的角色演 所以妳就是空降一個女主角 我空降一個大位置就算囉 所以大家一定恨死妳了 超討厭我 你知道我一進去的時候 全部人都這樣 就心想說我一定做了什麼 才會得到這個位置 可是還有那個經理是女神 可是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可能是T啊 可是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一定有什麼裙帶關係 你一定跟他誰怎樣認識什麼的 而且裡面是不是有很多資深演員 非常多 然後就是台語六到不行 六到爆 每一天喔 你只要講錯一個字 全部人就 我折妳 折到爆就算 然後每次拍喔 外面就這麼多人 全部人就來看 我看妳多會演 對 然後看到我也覺得 所以妳沒有一定要啊 可是妳知道 可是對我的 可是我又不能表現出 我沒有要 那別人就會覺得說 妳得便宜還賣乖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 想辦法 所以妳台詞真的有順順地唸出來嗎 妳只能順順地唸 妳連哭的時間都沒有 因為大家都在等妳 我每天就是從早背到晚 所以妳現在台語有變很溜嗎 那個時候真的很溜 因為妳一定得要 而且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是 我每天喔 我進去那個攝影棚 我都不知道幾點 因為我每天就是要 從早背到晚 因為台語 然後我還不會 我還趕快要跟我媽媽 然後我說媽媽 這個怎麼唸 因為妳不好意思問別人 因為妳怕人家笑妳嘛 然後我還趕快要問我媽 然後她就會錄音給我 然後我就每天 一直寫羅馬拼音 因為我根本不會 然後我就每天都這樣 然後我只要有做錯一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對我不高興 那一段時間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 全部人都很羨慕我 拿到一個很好的角色 他們覺得我根本沒有努力 就得到這個角色 可是沒有人知道我的心酸 因為這個過程 大家都只看到好看 就像他們可能選秀出來 他們想要得到發片的機會 我也沒有參加選秀 可是我也有發片 妳真的有發片喔 我真的 真的假的 哪五張啊 真的 真的 然後最紅的歌是什麼 沒有 反正妳先聽我說 我不只 你看因為像你們剛剛講說 什麼你們被 什麼對手啊什麼那種 我是被我自己公司的人弄耶 我助理有多厲害 我去唱一個慈善 我中午到 然後他就說 他們就說 妳要不要去彩排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就照順序啊 誰先唱就誰彩排 我說 我第一個 怎麼沒有人跟我講 他說 妳助理沒有跟妳說 妳唱第一個 我說沒有啊 然後我助理就走進來 然後我就說 我唱第一個 他說 我說我不知道 我應該知道嗎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覺得妳人生得罪很多人 不是 然後我跟妳講最好笑的是什麼 我就上去 然後那我就說 我要唱 因為總共三首 看完裡面就三首 然後我就說 那我唱一二首 一二首就好了 這個順序應該很好記吧 就只要一跟二 對 然後我就上去 我就自我介紹說 那我要帶來第一首歌 什麼歌名然後講完 他就一放 我說 誰的歌啊 第三首 我不要唱的 然後妳知道妳這樣唱就窘爆 因為而且妳辭沒被對不對 然後我就傻了 妳知道嗎 然後我傻了之後 然後我還是要唱 然後我就擠出來 然後我就用眼神看我助理 然後他就一副就那種 怎麼了嗎 這樣 然後我就 唱完了 然後我還要先跟觀眾道歉 我說對不起 我本來要唱的是哪一首歌 那我剛唱了另外一首歌 反正就是我人生發生過 有唱得很糟嗎 莉莉拉拉嗎 沒有 可是就是妳心裡面 妳就會覺得 沒有做好準備 對 可是可能觀眾 沒有這種感覺 可是我們心裡面 都會知道說 剛剛那件事情是 我跟你講我做過 比妳更丟臉的事情 在國父紀念館 那麼大的場合 然後台下全部都是巨星 然後就是一個什麼晚會 很重要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是在SOS 然後他們說 你們會跟留福祝大哥 一起演唱那個感恩的心 然後我們就說 有留福祝大哥的話 應該就沒有問題 很安心 對 他一定就是會選成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那時候還要上課 然後又要上通告 我們就很忙 然後就一直背詞 然後就一直背著 李莉拉拉 然後我們想說 結果我們就開始 上次就說 大家好 我們是SOS 然後留福祝大哥 然後就 對 結果沒事 我們呼嚨就算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跟劉大哥求助 我們就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劉大哥 他也在呼嚨 對 他也 我想說你呼嚨什麼 你不是應該 趕來的事情 不是你的歌嗎 對 不是 這應該屬於你的歌 結果我們三個就在那邊 你知道好軟 心裡有軟掉 就一直這樣 感恩的聲音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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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一起來 我們就說 劉大哥是怎麼搞的 當然罵了很多髒話 死磕不方便講 他就是在眾人面前 而且亂唱一通耶 亂唱一通 可是劉大哥會不會想說 你們兩個應該會好好唱 他一定想說兩個年輕人 一定記憶好啊 對啊 那我們想說你那麼資深的話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那種心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三個人 不好好背 各位 三個人一個人都沒有背 完全沒背 我覺得才在觀眾 一定是大冒汗 因為這三個人就嘴軟 軟 軟 然後我沒有講 丟臉到爆 好久喔 那你現在你覺得 轉了那個YT頻道的那個 YouTuber之後 有沒有比較自在 自在很多耶 對 因為我長的就不是 好人的臉 對 這是真的 然後所以我有時候 像我那時候還在康熙的時候 我就很多觀眾就會說什麼 我覺得我 什麼比較兇啊 然後怎樣怎樣 可是我去做YT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 這好像比較像真的 反而喜歡這樣的 就反而比較喜歡 因為我想說反而就是 比較直接 然後有什麼講什麼 那其實YT就是很喜歡 因為我看你偶爾看你的頻道 我沒有一直大罵人 我每次看到 剛好你都在罵人 那 不是 因為有時候 YT都要拍一些很實事的東西 可能你當下 你是不是有跟其他的那個 那個YTuber吵架 沒有吧 綠茶 不是YTuber吧 綠茶表 那是什麼東西 不是啊 對啊 不是 OK 這個戰火是這樣的 明明就是康熙先做了 好多個系列 然後就會有一些 喜歡康熙的朋友 會做一些剪輯 然後他就會什麼 什麼懷念康熙 然後他就會剪了很多 精華版本 然後那些精華版本就會爆紅 對 然後大家就會去開始 因為你們會有一些 小本本系列嘛 大家就會開始猜 大家就去 又懷念起那個時候 然後就把很多事件 全部放在一起 就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YT 他們就會推播 我只要有共同的關鍵字 所以他就會把任何 去參加過小本本的人 他就會想知道 你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剛好那時候 我又拍了一集 類似像這樣子的 所以底下的留言 就在那個 那個國主的底下就爆掉 就是大家就瘋狂在猜 猜是某一個人 然後有猜中是不是 我不 我不能說他有沒有猜中 可是 記者當然就會來問我們啊 是不是 這個時候你說 不是 記者也會說 是 就是你講什麼都不對 但你極力撇清 他又會覺得說 你就是欲幹迷藏 所以我也不方便說什麼 可是有人就是要對號入座 你不就傻了 你懂嗎 所以那個人自己 坐進去了是不是 他很穩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跟你吵起來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傻眼 因為坐我而已 這種時候不就大家 裝沒事就好了嗎 這種大家不是都 遇過這種事 就是你有裝 不是你就不是你 你也是心安理得的過 那如果是你 你要急跳腳 那不就破功了嗎 然後他就坐進去了 然後坐進去 然後他就發火 然後那我就想說 那現在該怎麼辦 對 然後他有情緒之後 我們這邊就一定得解決啊 不然就會變成是 好像我們故意拿火 去燒人家 然後我們又裝死這樣 對 然後那我就說 請不要對號入座 你就跟他說不要對號入座 因為我一定得這樣講 因為事實上也就是說 我們講的人不是你 因為 因為 真的 那個 他都不講啊 他都不講啊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集約 你跟他一起來上 你會願意嗎 我OK啊 我OK啊 然後就是把話講開 我OK 但你覺得他會願意嗎 可是他只是 他不是很喜歡有椅子 就坐進去嗎 我跟妳說 其實很多人問過我說 願不願意 我說我一直都很願意 因為對我而言是 畢律說你發得到嗎 不敢發 沒有 用S姐的名義去問啊 發發看啊 最後搞不好就是那個和好啦 大和好 自己大和好 對啊 會哭啊 你們節目有玩過大和姐 他就說他不要啊 你說我們這個節目嗎 不是你們之前的啊 是我們誰的節目啊 你的節目 我跟蔡康永的 康永 有啦 他要跟誰和好啊 你一講完就會有那麼簡單 此刻 此刻他跟那個小菁姐 是願意和好的嘛 你剛剛為什麼 你剛剛那句話不行 她跟那個頭不對 語氣不對勁 再去 對啦 誠懇一點啦 我是很願意 坐下來 我是很願意坐下來 跟妳好好搖搖 好一點 不行 眼睛還是那種 漸漸的感覺 可以理解 我就長這樣啊 OK 我知道 OK 妳頭 妳頭不要動 我是很願意跟妳坐下看 聊聊 好假 這是不是有跟妳講的嗎 不行 我跟你講 還是有期的好了 我的喝滿笑容 絕對不行 所以我覺得 V2 V2 我跟你發喔 OK 如果他願意看這種東西 如果他願意來的話 我那天也願意坐下來 聽我的話 坐下來會上大字喔 所以妳們四個人說誰最賢 誰最賢 誰最賢 應該我吧 應該是韋汝 對 應該是韋汝 因為韋汝是一個不喜歡 就是把自己逼得太緊的人 對 像他前一陣子還有去美國放鬆 對 他有去美國嗎 對 很 去多久 去兩個多禮拜 什麼時候 是在疫情期間嗎 就對啊 因為他剛好家裡就有事 一個月前 對 所以妳是裡面最賢的 算滿賢的 就是比起來啦 對 就比起來 就是平常 我覺得妳真的滿賢的耶 很可惜 怎麼說 我今天很認真化妝嗎 化得特別滿有沒有 不是 沒有 不是 別人先跟我吵的 她的性格問題 她的性格問題 什麼 她的個性是 激不得是不是 她就是一個小辣椒 她距離力爭 對 不是小辣椒 我以前妳以前上抗戲的時候 我覺得妳是溫和派的 沒有 她不是 她其實不是 但有慢慢 就年紀越大有開始 越溫和了 對 但是就是 以前的話就是可能會 對耶 我都忘了問 好想知道 對 我就想說 妳們身為朋友 怎麼沒有幫她講話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出頭 就是我幫她很多 我幫她拍影片 對 好 那 而且我還剪她的片子 剪到早上七點 我很夠意氣吧 好夠意 對啊 所以是幫她澄清說 她不是這樣的人是不是 對 她其實不是這樣的人 但是我覺得因為 其實老實講 因為維如我覺得她比較 算是那種 就是在演藝圈 她其實是比較 所以如果說 不認識她的人 那假設我今天不認識維如 好 人家不想 維如怎樣 那因為她的外型 確實就是 也長得漂漂亮亮的 那女生可能會嫉妒 人家就會覺得她是這樣的人 但是其實 她不是這種 因為她根本 很多人都覺得說 維如就是要進豪門什麼 可是會講 豪門根本不會要娶她 她真的不是 妳臉上沒有豪門臉啊 沒有啊 可是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她就是 可是我覺得 可能是女明星的人設吧 就會覺得說 她就是感覺好像 有帶一些名貴的東西 拜金啊 拜金啊 要交友前男生啊 妳有這種人設 我怎麼沒在哪兒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很多人會這樣覺得她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如果網友留言說 我覺得妳好拜金喔 妳是不是很想要加入好嗎 對 會 然後所以不認識她的人 如果說當有一個 就是可能跟她有點認識 然後這樣講 別人就會說對 我就覺得她是這種人 對 但因為我們跟她相處過 我們知道她不是這樣的人 頂多就是說 她比較容易得罪別人 是真的 因為她就是有時候講話就是 比較做很直 比較做自己這樣 因為她就是開心不開心 她就是會直接 我就是比較放在臉上 對 因為她連對我們都會 但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 她有時候就是下雨 下大雨 然後她說 下大雨幹嘛約啊 不想約啊 對 我不想說 她就突然就會 對 之類的 就是 對啊 下雨 我們就在家裡待著 你知道多危險啊 就幹嘛非要出去什麼的 對 就是我比較看 就是看心情 看心情那種 對 但是可能了解的人 就會覺得說 喔 習慣 OK的 就是OK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覺得妳在 拜託以為自己是什麼啊 這樣 之類或是什麼的 妳的個性 直率的個性 妳敢不敢跟那個 當時跟你吵架的人 面對面把話說清楚 我覺得妳敢 我覺得 我敢 但是我覺得說不清楚 因為講的是在不同層次 和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沒有辦法說清楚 對 因為對妳來說 妳們就是不同的群組嘛 她有她的群組 妳有妳的群組 對 但是 但是 但是她的 不是都一直在換嗎 然後妳就不太用來 對 妳不太用來 忍不住 她不是說年紀大了 妳要有溫和嗎 不是 我只是說沒有問題 因為我以旁觀講 來看這則新聞啊 一開始我覺得說 她並沒有講誰啊 可是妳為什麼 要突然跳出來說是妳 沒有 其實她 影射得很明顯耶 她影射得非常明顯 哪一點是影射到的 她有影射就是說 而且很久 妳不是說很多次啊 對 其實她不只講一次 她是到處就一直影射 然後呢 那一集她可能就是會有提到說 就是 有一起上過節目 然後 有 有什麼 哪一集做過什麼事情 什麼的 然後就是很明顯就是 就是妳 對 所以底下的所有人 就是想說 就是她 就她 就把妳的名字都寫出來了 對 就是罵 對 所以妳就真的是氣到不行 對 我就覺得 所以現在結尾是落幕了嗎 就 就這樣子啊 就是過了一年 就重新開始 然後 有一年了 還是就是 對 就是各過各的 也沒有要 變成好朋友或什麼的 沒有 沒打算 對 那我們歡迎王思佳 好煩喔 妳是不是來了嗎 還沒來 下一場 下一場 OK 我們要不要這場錄久一點 看會不會遇到她 我們會遇到就遇到啊 就是 妳會打招呼嗎 我不會啊 不打招呼 不是 本來就一直都沒有在 就是 在 在朋友裡面啊 就是 可是演藝圈的人 看到對方一定會說 坐下來看 舉個頭 不是 點個頭 不是 舉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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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頭三尺 沒有 舉頭三尺 你可以理解為如 因為我也是 因為我們都是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的人就是 我們當真的跟你這個人決裂 我們也不想裝了 因為我也有一些 就是我看到不會想打招呼 妳也有演藝圈 死不跟她低頭的人嗎 妳會嗎 有啊 她也有啊 小熊會啊 對啊 大家都知道她是誰吧 小熊妳說那個人 是演藝圈的人嗎 對啊 然後鬧很僵是不是 嗯 現在還是女生 女生啊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啊 就是 我認識嗎 我認識 妳應該認識 對 但我覺得 以妳的創名才智 妳應該也不會喜歡她 我OK 我OK 小本本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為什麼 蛤 妳會喜歡她 我沒有 我對她沒有 因為我不認識她 妳不認識她 她也沒有上過妳的節目嗎 有啦 妳是跟她怎麼了 我們三個都跟她怎麼了 蛤 因為 蛤 妳也想加入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這 話題好難聊 我覺得妳有點在爆了 對啊 還是 沒有 反正我跟妳 是有當面吵架嗎 還是又是誤會還是什麼 在群組沒有誤會 對 就是 本來是好朋友是不是 對 本來是很好 就是 有時候群組裡面 就可能會比較有一個 喜歡出風頭 然後或是 搬弄是非的人 對 應該是說裡面原本 我是跟她最好的 因為我就是屬於那種 就是很愛配合 那彤彤因為她本來 就比較不喜歡去 比如說什麼 Pub啊 或是什麼酒吧什麼 那我是其實也不喜歡 但是我是會 配合朋友 所以她只要約我我都會去 因為她是那種 需要身邊就是有小搂搂 就是跟著她的那種 不花之者 但是小搂搂不能搶了她的光彩 對 所以只要小搂搂她的光彩 她就會不爽 然後就會開始跟別人講 那因為我都會覺得 那因為她本來就 以前很久以前就認識她 她知道她的個性 那韋汝就是覺得說 我知道妳這樣子 那我也不想要跟你爭 或是什麼 那因為我就是傻傻的 被蒙在谷底 所以我是 用最多的愛在 就是 跟她相處 所以我是受傷最深的 那確實是 他們兩個是因為我的關係 才跟她也沒有聯絡 疏遠 對 所以她傷到妳什麼 非常多 就是 講一個最傷的 講一個最傷的 就是她把她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她不承認 然後她講成是我做的 然後害我被封殺 什麼壞事啊 工作的 工作的程度 就是她比如說 她就跟我 她明明是妳講 比如說明明是她講妳的壞話 然後妳知道了之後 妳就說妳為什麼講我壞話 然後她就說 沒有是熊熊講的這樣 對 然後妳就賭攬我 因為妳跟我也沒有那麼熟 妳就覺得說 熊熊憑什麼 我跟妳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妳就妳就封殺我 但是根本不是我 然後是後來就是隨著時間 因為我覺得 我的個性啦 我覺得就是演藝圈的人 是要跟我相處 應該基本上 能被我討厭的 都是真的滿討厭的 真的 我說真的 小熊認定的 妳很難討厭別人 我很難討厭別人 而且只要我講說 我討厭她那個人 大家都會講說 正常 拜託早就叫妳 妳不要跟她聯絡什麼 真的 他們都是基本上在 演藝圈是屬於比較被大家 邊邊角角的人 看出 看出手腳的一些人 對 那他們那些人 有變成一個GURUV嗎 對 然後就是 妖怪圖鑑 妖怪圖鑑 不要這樣子說 不要這樣 也應該有妖怪圖鑑 我所謂的妖怪圖鑑 妳看妳們自己練 沒有 我們沒有發的話 他們會來嗎 不是 只說做一集 是妖怪圖鑑 我所謂的妖怪圖鑑 比如說我原本講妳的壞話 然後我又講妳的壞話 我又講妳的壞話 但最後 我們大家變成好朋友 寶貝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賭亂她的這一種 好恐怖 雙面人嘛 對 我覺得妳先準備囉 3 2 1 請綠 好綠喔 真的嗎 真的嗎 不知道在轉什麼耶 而且明明就說 好往右轉 她往左轉 好綠喔 我們輪了老半天 攝影師都氣瘋了耶 對老半天 明明講說往右轉幹嘛 標心立意是不是 沒有想說這樣比較順 真的 剛剛妳那表情 有沒有超越那個 十足鳥 應該有吧 十足鳥 十足鳥 都已經有 都已經十足了 不是一個鳥 我就覺得難跳 十足 十足鳥 她她表情有引力耶 她 她 她說是新一代評價蠻高的 有排行榜喔 配偶榜 沒有 外表 外型 外型 可是一聊天就發現你是一個那個 因為她就是 長得精緻的人 就是會有這種困擾 她就是很精緻的樣子 可是妳聽到她聊天 妳會發現她其實是個 滿呆傻的女孩 我今天 真正的都沒有來 這幾個真的 妳聽到就有名單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覺得這種長得漂亮的 都不需要有手段 因為她們夠漂亮 只有那種長得普通天上 真的要加油 哇 妳該不會是在攻擊我們 上一場的來賓吧 好幾個 上一場好幾個來賓 他們是一個群組耶 他們是好朋友耶 對啊 所以就是 一個群組嗎 妳都集體覺得他們都是 沒有 因為妳要知道 就是人以群分嘛 什麼人是跟什麼樣的人啊 什麼人是跟什麼樣的人啊 我 妳自己要問我 妳 怎麼 因為觀眾也不知道上一場是誰吧 對啊 對啊 我不知道 怎麼辦我們前一天是播那個 什麼啊 有為民歌的 對 對 思佳 對不對 然後當然 說我綠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黃曉柔那一集 思佳妳覺得 大家覺得妳綠茶 是一種冤枉嗎 還是說妳真的是 我覺得我長得就很像 就是大家可能譬如說什麼 電影啊 或者是一些連續劇裡面演的 壞女人 就是一定要很艷麗 妝很濃 然後都不理人家 可是其實殊不知真實 現實生活中的綠茶 才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長這樣別人 一定會有一個提方心 所以就算我們要出手 我們也成功率會很低 因為別人已經全員防守 請問綠茶的行為 包括勾引別人的男朋友 然後還有 裝無辜 裝可憐 製造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 然後後面再講別人壞話 對 就是可能她 前一排說 這件鞋好好看喔 在哪裡買的 然後一轉身說 妳看他出什麼東西啊 對 綠茶就是這一種 所以妳不是這種人 我沒有辦法 我討厭一個人 他都很明白知道 我討厭他 所以線上裡面 有討厭誰吧 沒有 沒有 這邊都很棒啊 不要再講維銘歌了 她又沒怎樣 她是黃小柔 也是 不過她有祝福你 希望你現在的人生就是幸福快樂 她 她關注她自己就好了 對 好可怕 所以沒有要 就是見面來個對談什麼的 我OK啊 對 思佳姐上次已經講過她OK 我真的OK 她好像說沒必要 覺得不需要啊這樣子 對 要 要叫她來出場了嗎 她說不需要 就這樣子 因為她就是 說什麼好話 讓我們歡迎 沒消到音 沒消到音 不是她們兩個吵架的事 誰不知道啊 而且我電視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 也沒有消的意義 對 然後你們呢 你們有這種 困擾啊 很冤枉的事嗎 像有一個經驗 就是譬如說 那時候我就是 朋友 有一個朋友在做代購 然後他就跟我 因為我會跟他說 我要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對象是一個男生 那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這樣子 後來聊了幾次之後 就是他就說 我們可以出來見面啊 然後他想要介紹 他的女朋友給我認識 我說可以啊 就是大家都認識很好這樣子 就一見到面的時候 怎樣 太可怕了 就是你一見到面的時候 然後那個女生一看到你 你就 你自己女生的第六感 就覺得他對你有防備心 就是 直接掃描他 對 他直接這樣 從 眼神從腳 然後這樣瞄上來 然後這樣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很低意 很低意的感覺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天啊 我沒有必要這樣子吧 就是我真的是 對你的男朋友沒興趣耶 就是第一次見面 他就立刻這樣掃描你 對 然後 然後就感覺到有點壓力 然後但是後 那你可以掃描回去嗎 掃描回去我覺得太多了 對 畢竟我們有時候可能 也會被放大檢視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就也是很禮貌的 跟他打招呼這樣子 後來是 大家可能出來三四次之後 然後不是朋友都會聊一些 人生觀感情觀 或是三觀之類的 然後聊到說 喔 那你是一個會搶 就是朋友的男朋友的人嗎 我就說這不可能的事情 太噁心了 然後他從那個之後 他就開始對我超級好的 所以妳講的是真心話嗎 對 妳人生從來沒有搶過 朋友的男朋友 不可能 不行 也沒有不小心變小三 沒有 不可能 為什麼 所以映竹妳是有發生什麼事 我是妳會莫名其妙地 得罪女生被討厭 然後妳自己沒有發覺 就是有一次是我一個好朋友 比如說 也不是說真的很閨蜜的朋友 可是就是 他辦生日 然後就是辦在 比如說酒吧這樣子 一群人 然後他約了很多其他的人 我可能也不認識 然後我就比較晚到 然後我到的時候 我當然到現場 我跟壽星打招呼 然後其他有一些 不認識的男生什麼 就可能是他們的朋友 我就到 然後我就在現場 因為我本來就是個笑點很低的人 然後就有一個男生 也是不認識 他就跟我聊天嘛 他很好笑 然後我就一直在笑 然後我就這樣笑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發覺 我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然後後來這個壽星本人 他之後就完全不跟我聯絡 就是他發了生日的照片 裡面完全沒有我 然後我在下面回說 生日快樂 那天謝謝妳邀請我 他就不回我的留言 他本來是妳朋友嗎 對 然後他也不回我留言 你可以感覺到 他故意掠過妳訊息 我傳訊息給他 他也不回 然後後來我就聽說 他跟我們當天其他朋友說 他原本那個現場那個男生 是他想要追的 想要追的男生 但他也沒有跟我講 他也沒有跟我打Pass說 那是他的男生或什麼 而且那個男生也不是我的菜 我只是在現場 跟大家都是像朋友這樣子聊天 而且現在那個男生 主動過去跟你聊天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也沒有要搶你的意思 但是他覺得是說我 明明是他生日 然後我晚到 我出現搶他生日 而且妳在那邊一直 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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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重點是 對 重點是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然後男生就會想說 什麼東西那麼好笑 然後說又有正面 然後就又把妳圍住 對 然後可是 妳就變成全場的焦點 我也不是故意 我也不知道原來他對人家 有什麼意思 然後重點是我那天 也穿得超級樸素 也沒有說我要去 炸他場的意思 完全沒有 後來那個男生就是 因為他是什麼廠商 然後他知道我是藝人 就說那我們可以合作什麼 所以他就留了我的LINE 然後那個壽星本人就說 在外面放話嗎 對 就在跟我們 共同的女生的朋友 全當場的人講 然後後來他們 就自己開了一個 後來我就常常看到 他們出去玩 然後發的動態 沒有我 什麼 我怎麼就不約我 妳已經被排擠了 我已經被排擠了 然後裡面的女生 才跑來跟我講說 就是壽星本人覺得 我就是故意過去勾搭 他已經看上了男生 然後還私下跟人家流癌 然後我就想說 我真的完全沒有這意思 所以我要在這邊講 他不是我的菜 可是如果有一群女生的派對 然後也有很多帥哥 然後一個女生笑點很低 就動不動就是 有沒有笑到這麼花枝亂在 別人就會想說 這有多好笑 就是很容易會招人 就很煩 招人煩 那就真的蠻好笑的 然後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如果我一開始他就 我如果有人跟我打派了說 這個男的今天是壽星本人 要烈的東西 我就一定會說好 要烈的 所以即使他講的笑話 再好笑人都不會笑 我一定會跟他保持 忍笑 對 或是默默地跳去 跳去旁邊 對 因為那是因為我沒有注意到 然後也是因為那個男生 自己一直在我附近跟我聊天 然後我只是想說很Nice 跟大家當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莫名招惹了他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